鄭群 張懷秋 懷秋 所以嘉健揍你的到底是誰 還記得嗎 長髮那個 看起來比較壞的 對 他今天比較柔和一點 因為留了一頭長髮 哦 這樣子 頭髮留長了耶 對 留長頭髮現在 懷秋好久不見了 聽說你好像不只一個 第一次獻給了這一部 請愛我的女朋友 哦 還有什麼第一次 是你的第一次還是 向井的第一次 呃 初吻嘛對不對 初吻的話 對 銀幕初吻 銀幕初吻 向井 向井的銀幕初吻 向井的銀幕初吻 聽說你那時候還笑人家 呃 好像有點嘲笑他吧 對 近距的 對 聽說那時候你還你還笑他說 你是沒有交過男朋友是不是 嘿嘿 好壞喔 太頑皮了 對 但是這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第一次是 這一部電影其實是你第一次擔任男主角 哦 對對對對 那要不要談一下你的心情如何 呃 心情其實拍戲的話沒有太大的任何不一樣 跟之前不管是拍什麼樣的角色 是比較遠 我說 鄭群啊 你要不要自我多自我介紹一點 他就說你幫我講就好 可是呢 就我查到的資料呢 鄭群不但之前有在學校教過書 然後最近還在演舞台劇 對 事實上他的口才呢應該是非常好的 所以接下來有五分鐘的時間你自己講吧 但是真的不要這樣不要耽誤大家時間 大家好 我是鄭群 那我在這部戲我演的就是懷秋的堂哥 堂哥嘛對不對 那我的角色真的是屬於比較活在大家的回憶中的一個角色 那我也算是一個讓這一部 讓這部戲這個故事有成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吧 因為因為我 所以他們才接下來開始開的這個工作室 接下來這些個案才會發生 那至於是為什麼就要請大家進戲院去看了 對 所以到底是誰要幫誰愛他的女朋友 呃 誰要幫誰 基本上就是這樣 繞口粒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女主角向景她是我的女朋友 那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身旁這一位長髮男子呢 也喜歡向景 我們三個人的故事就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下發生的 是 說到向景可能會有一些媒體朋友跟貴賓會覺得很奇怪說 欸 向景呢 向景呢 其實向景因為她其實現在好像是在現場 那說不定呢 待會兒還會陪我們一起看電影 我是說說不定喔 所以等一下呢 請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為向景剛剛才從中國這邊 中國大陸這邊過來 那因為工作證的關係 所以她不能接受媒體公開的訪問 但是呢 真歡迎艾莎 還有中華 咦 在哪裡 害羞呢 在哪裡 要來了 哎呀 好美 來來來來來 來 要獻花嗎 要獻花嗎 哇 好美 來來來來來 等一下 請聽一下客氣 這就是 哇 好大的儀樹花 恭喜恭喜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我們媒體朋友呢 一看到我們美麗的艾莎跟中華出場 發現這個 我已經不用Cue他們 他們已經開始自己拍照了 好 那我們在現場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艾莎 其實呢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們 我跟中華 還有那個懷舊士林 我們很難得 這四個人 沒有啊 婚禮的時候 就是 婚禮的時候有 但是就是很 已經 好一段時間 而且沒有四個人 竟然站在一起啊 就真的很開心 聽你們開心 恭喜你們 電影明星欸 哈哈哈哈 哎唷 轉心成功欸 轉心成功了 不要忘記我欸 客串欸 哦 我跟這個中華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 中華要不要跟我們講兩句話 來 嗯 好像都被艾莎講完 還是要恭喜大家 大家今天下雨 遇水則發 真的 這次會紅 對 男主角 根據我們經營電影業30年的經驗 只要有下雨 有颱風 這部戲就一定會發了 哇 真的不要忘記我 誒 說出我年齡來了 哈哈哈哈 熱情的參與 好 來 再看我們的左邊 左邊 好 右邊 齊文要不要幫我們指揮一下 你不是經常可以出很多好主意的嗎 好 來 接下來我們擺個姿勢 好 祝我們 請愛我的女朋友 票房 成功喔 好 要有一個成功的姿勢 對 成功的姿勢 要有一個成功的姿勢 來 勝利 好 中間 好 左邊 好 左邊 看左邊 好 看右邊 好 看右邊 要不要再換個姿勢啊 齊文 先幫他們四位拍照 來 兩位看在右邊 好 先看 左邊 左邊 好 先看 好 先看 左邊 好 先看 左邊 好 先看 好 先看 好 謝謝 謝謝 那有沒有什麼 呃 就是